上一集我們講到 因為夫妻之間的感情問題 陳先生陳太來到和時佬的調解現場 太太控訴先生不夠尊重自己 先生就斥責太太敏感多言 你來我往的爭執當中 陳太更加爆出 丈夫對自己施暴成勝 經過調解員的戀戒 夫妻兩人亦都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 但是心理專家江老師卻指出 要真正解決他們之間的問題 了結這段感情的開始才是關鍵 那麼當初兩人又是怎樣走在一起的 二位是怎麼走進婚姻的呢 怎麼認識 今天人家介紹的 是介紹的什麼 其實我們一點另外的經歷都沒有 但是介紹的時候你們沒有互相欣賞嗎 過了二十一二好像不嫁人的話 人家都會說了 都說你會是挑上拉色的什麼的 但是那些上學的姑娘怎麼辦呢 不是那個時候比較少 也姊妹多嘛 像我們的話八姊妹 像我們那個那個年代的 那六六年年的 六六六年六十年後呢 她人家姊妹比較多 我八姊妹啊這樣 所以我排行老七啊 就是這樣的嘛 所以就是太太是二十一歲第一次跟先生相親 但是沒有看上先生 那個時候 我不願意 她那裡地區不好嘛 我不願意嫁去那些地方 就是跟她個人沒關係 是跟她的背景有關係 是啊 然後到二十幾歲的時候 是啊 別人又來介紹 但是你這二十一到二十幾 就是二十四歲 沒有戀愛經驗嗎 沒有 也沒有別的相親嗎 沒有 有相親 但是都是我 以前都是我媽 別人跟我介紹 都是我媽去看過了 我媽覺得還可以的話 我再去看一眼 都一直沒有 沒有跟任何男的接觸過 嗯 就 因為 因為我們那裡一個女的 如果說 有作風啊 什麼不好的話 都不 反正很難聽了嘛 本來就是好像 我都沒有接觸過 一直 先生您當時是 相親的時候 二十一歲的太太和二十四歲的太太 您中間隔了幾年 又和她 是您主動是嗎 沒有 那個 也是我主動 比如說我當時呢 二十一那年 二十一歲好像是 去了平州那裡看她一次 後來那年過年的時候回去 回去以後就 我一個唐家 唐家 這唐姐 她就跟她很熟 她跟她老家很熟的 她就說這個家可以 就這樣的 因為我 不是說人可以 是說家庭可以 那個時候說 家和家 家可以 因為我 說實話我呢 我這個人 因為在當時那個條件 我 說了幾個女朋友 她都是叫我到她家去的 入罪 對 意思是說 我家裡本身就是睡山上的 就家裡經濟條件一般 小孩的毒 對 她都是基本上叫我嫁出去的 那種樣子 等於說當時是這樣的 後來呢就也隔了可能兩三年吧 那個時候我姐同我媽還挺喜歡的 就好像感激的時候 老是跑到她那個 她那個那個鎮裡面那裡 過來一下 過來一下 又又跟她打聲招呼這樣子 後來就應該是過了 我也不知道多少年了 多少年以後等於說我 我堂姐 也是我另外一個堂姐 她就 那個時候我就在大師的 她就給我帶信過來 她 她說的話就 就可能也不知道是 這 她可能也編撞了一些話 她說那某某人還在等你呢 那就這樣子 我就我就 我就那那那麼多年了 又都是怎麼樣怎麼樣了 要回去一趟呗 要回去一趟就就兩個就就結婚就就 沒有結婚是訂婚 他們當時就要求我們結婚 我老婆老婆說 雖然說現在知道有這個人 但是沒有了解 我老婆就說要 要了解一下再結婚 我們就一直通信 那個時候我們通信也吵架的 我真的那個時候我覺得 我也也沒想那麼多 可能是覺得 就是大了吧 第二年通了一年的姓 他第二年回來我們就結婚了 所以純粹是因為你覺得你到了結婚的年齡 而且以後可能會更難嫁出去 所以就是嫁給丈夫的 是啊 那個時候確實 隔壁鄰居那些跟我老爸老媽吵架的話 就說我們老爸又養了個老姑娘就這樣 本來我隔壁鄰居那一家人 那個女的是跟一個村的人差不多都吵架 本來我老爸又是當村上部的嘛 老是這樣說 但是我覺得也差不多吧 那個時候我覺得 就是因為覺得當年齡了 是啊 那你們家人的態度呢 也是因為說 我家人我爸媽是不同意的 嗯 我自己願意的 你爸媽不同意有沒有說他們的意見呢 比如說說覺得他不老實啊 還是覺得他怎麼 不是我們那裡就是說 一個男孩子他老婆 一個女的家老公的話 都是說好像 你都要了解一下吧 不像的哈 是覺得你們還不是很了解哈 是啊 我們不了解 講到自己的過往 夫妻兩人都直言 對彼此沒有充分了解 缺乏必要的感情基礎 這樣的結合 又會為他們的婚後生活 帶來怎樣的後果呢 陳太向我們講述了 第一次壞人的時候 令他至今仍然無法釋懷的痛 他不讓我堅決要大師 為什麼先生不想要呢 因為那個時候 剛剛去學修士的時候 就等於是只拿了兩百多塊錢 兩百多塊錢一個月 最後呢我說我說 我說要么遲一點點吧 因為說實話 那個時候經濟條件不允許 就你想大家再奮鬥努力 對對對 就是一年兩年 因為後來就是他 第一個小孩丟的時候 去做手術的時候 還是他老爸那裡寄了六百塊錢 還是八百塊錢 所以這個是對我 對我記憶猶新的 後來他也拿了這個事情說了很多次 我也說了很多次 只說過他一次 他這樣就說不要小孩 先奮鬥也對 但是我也有理由 我就說我跟你結婚了 你既然先不要小孩 你就告訴我 就說不要小孩 就採取什麼措施啊什麼的 你讓我懷了小孩 現在去打掉那個傷身體 我說你不要我要 我就當時就這樣說了 所以這是你們婚後的第一次爭執嗎 可能是吧 一直到所以說就一直這樣 每月下來 反正每次每次的就這樣 後來懷了 婆婆場那個小孩丟來過後 每年起來都刮工隱藏 我都去進來場的話 因為小孩沒辦法來又不能要啊 又必須又請又持工出來 這樣就是第二次墮胎了嗎 一直到我現在這個兒子 都是第五個 第一胎因為你是想生的嘛 對嗎 那醫生就說了 有的悲胎組織在第一季的時候 有的死了有的壞了 在肚子裡面爛出來了 那醫生就告訴我 你生有能力 你可能沒有生有能力咯 當時我娘家媽陪我去的 我娘家媽當時就哭了 她說我女兒女婿關係就不好 這樣咋辦呢 他們真的要離婚了 那旁邊人還安慰我們 她說沒事可以去營養一個 我就在家裡 我就做月子 後來加上我就生病了打她電話 就是第四個就生出來了 就是沒有生 就是就壞了流出來流產 就是胎死腹中了 是啊 胎死腹中又去親那個嘛 到了五個多月的時候人家問我 他說你你的小孩有沒有在動啊 我說沒有 他們說肯定又是個男孩子 他說動得慢一點遲一點 他說有天晚上睡了現在就來哄的了 就醫院說醫生說早就死在肚子裡了 我就問他們 我說是不是我根本就沒有懷孕 他說懷了 你是懷了 只是那個胚胎發育的不成功 是啊 他說你當時可能是什麼事情影響了 有的死了有的還活著 之後過後慢慢的爛掉流出來了 那個醫生就這樣告訴我 所以那一次是隱產了五個月 是啊 江陵雲 那一次次的流產多胎 有對你們夫妻的感情產生影響嗎 我覺得 就你們是一起去面對這樣的事情 還是說你不但遭受了這些生理之痛 而且心理上還要被先生就是埋怨抱怨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嗎 他抱怨我第一個孩子 他說是我打麻將 我對他是有意見 但是後來那個小孩第四胎的時候 我就他對我不敢不問了 我打他電話 還很怪的 我覺得有時候我在家裡跟他久了 我真的是想他 我就打他電話想聊一下天 他每次打電話他都接了 就胸巴巴的問我什麼事 我說一定要有什麼事才跟你打電話嗎 你對他的態度就是不問不問 非常冷淡 沒有 那個你 你看他有一年 有一年也是他回去 回去以後 就他說他在家裡去去做流產呢 我就我專程從這邊跑回去 回去以後呢 他因為他當時他家裡的他 他老爸他們在樓下 就是我那個盪口裡面開了一個茶館 當時開了一個茶館以後呢 就在裡面那個吸煙啊什麼人都有 他剛剛去做做手術應該不到不到五天之內 反正我剛剛知道他回去 我就我就這邊這邊買車票回去 那個時候只能買火車票嗎 回去以後他當時就在那裡 回來以後就就上到那個二樓去去睡覺的時候 當時我說我說我說這樣的環境你可以堅持可以嗎 他就說了一句你不要管我了 怎麼怎麼要你走 我是專程從廣州回去咯 那不是開玩笑哦真的是 後來他老媽都說他說你走吧 你走走你不管他了 那所以自從以後我就很少很少很少 有什麼事情我就我就很少問他的 太太先生在說的時候 其實他明明說到一個很愛的點你沒有聽到 他說當時你就是做了這個手術以後 他就買了車票去看你 然後就是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確是放下手頭的工作 回家去陪他的妻子 但是你回應給他的就是讓他走讓他滾是嗎 對對原話是這樣的 我一點都沒有說假 就是像先生他一槍一槍柔情一槍熱火 被你就是一盆冷水浇吸了 太太控訴先生不管不顧 先生卻表示自己好心雀劈 陳太是不是真的對先生說過這樣的說話呢 這個究竟是先生為自己開脫的說詞 還是確有騎士啊 這個小孩明明就是死在他的手上 所以說我真的是很恨他 我故意我就是要去打牌 我就這樣 所以這就是當時你也對他是一種敵對的狀態 是啊我真的是 患者是任何女人都是很恨的這樣 所以說他回來 回來兩三天吧他又走了 他說老闆叫他回來 意思說開工啊 我說你要走就走了要滾就滾了 我就這樣說了 確實是到那個時候 後來他就對我不管不問後來打電話 後來我又點了故事真正什麼的 你看剛剛先生也說他聽到你這句話之後 他就決定以後真的對你不管不問了 是啊 就你的目的也達到了 你的怒火發泄了 但是換回來的是更深的怨氣 是啊 陳太表示自己出口傷人 是因為無法原諒先生逼自己墮胎 滿心的怒火燃進了空瑜的一空元氣 而跟著下來陳先生就表示 這股元氣甚至被波及到過兒子身上 究竟這一個又是怎麼回事呢 所以怨氣也好什麼也好 首先他在家裡照顧小孩的時候 就沒把小孩照顧得很好 具體表現在哪方面呢 對小孩的衣食方面應該是還可以吧 就是日常生活照顧還可以 像現在的那個輔導啊 和那個跟老師的溝通方面呢 我覺得是那個是應該不夠的 就是在學業方面不是很緊張 比如說你應該像家裡的話 應該他主動去跟老師溝通啊 什麼東西是不是 因為我在外面就說有電話溝通也好 他畢竟來說離得太遠了 所以小孩現在學業不好是嗎 他以前情境很好的啊 他就是後來就是 是初中畢業以後 就好像跟那些社會上一開始有一點 那種把他牽連他就開始上網 發壓這樣就就慢慢慢慢慢慢這樣了 現在還上學嗎 現在沒有了 現在在這邊打工的 嗯 對於小孩這個管教上面的事情 就是教育上面的事情 你和太太有沒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比如說起碼培養到他 到一個學業的什麼程度 我們沒有那個具體目標 只是說我們的 就是說他能讀到什麼 我就要辛苦一點 我能功到他讀到什麼什麼程度 他包括他現在有時候他想去學什麼東西 我是全力支持的 嗯 太太和你是一個戰友嗎 一個戰隊的嗎 他也也挺抱怨的 就像好像前應該是9月份吧 他兩個 兩個妹妹的兒子剛剛考上大學 他就好像就打電話來生我的氣 跟我說那小孩又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說你應該跟小孩說你自己不努力 怎麼樣怎麼樣 當時他在學校也挺調皮的 那我說你跟我說你抱怨我什麼 你說我不支持他嗎 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他拿拿三萬兩萬的 我說你要去去服毒也好 什麼也好 我都可以支持你 但是你前提條件 你必須你自己要努力啊 我不然我那錢不是等於說 丟到裡面沒有沒有用嗎 這個是對小孩說的 但他有時候我們怎麼努力也要靠他自己 是不是他如果不努力的話 我覺得那個錢我作為我來說 我覺得投資就心痛 就是這麼簡單的 那就是現在小孩也出來打工了 沒有按照就是你們期望的那樣 就是有更好的學業的成績 那他跟你們的關係好嗎 像我們這種文化和條件的人 沒有辦法跟他溝通 沒有找到很好的一個渠道去溝通 我都說了 這個問題不僅出在他的身上 而且出在我們的身上 先是出在你們身上 對對對 首先是出在我們的身上 但是這個問題 他找到這個這個點 他把這個事情說了 我還是真的覺得是個好事 因為我們的關係 估計我們家人也好 哪個出來都可能很難把這個事情 說說說說服 陳先生表示 不單只是夫妻之間 現在整個家庭 都出現了形形式式的問題 對此 一班調解員又是怎樣看待的 他們又會給出怎樣的建議呢 其實是你們家庭這個事情 人家庭地方 我們在那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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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们经历了二十多年走过来不是假的 有时候我们其中一方可能见识多了 会觉得比另外一个 更厉害可能会看不起 对方或者没有以前那么在乎 对方但是要记住 如果没有这些年来 对方的陪伴和成就 的话可能没有今天这样的自己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起进步我们一起幸福才是最好的状态 因为这毕竟是我孩子的亲爸和亲妈 没有什么可以代替你们的地位的 所以你们两个 后来就很爆很噪的那种 但是呢就是没有得到对方的及时回应或者很在乎的感觉就会那个气氛就会升级 所以往后就是太太说什么先生用心听觉得是我我应该改一下就改然后先生如果有什么跟太太要说提醒他的也要温馨善意的提醒一下太太听了也要去思考 其实人生啊就短短的几十年对吧最多吧我想一百岁吧在这一百岁当中你们想一想跟自己相处最长时间的是谁是伴侣 所以人生短短的几十年当中你想幸福那你就处理好跟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相处时间最长的那个人的关系 处理好这个关系不是光是要求对方你必须怎么样你必须怎么样而是首先要求自己我必须怎么样我必须怎么样 因为人呢只有付出了之后你才有得到的我们经常有个字说舍得舍得你舍不舍得舍不舍得是不是先把舍放在前面 得放在后面 所以首先你要为对方付出多为对方着想你才能得到你自己心中的东西 而不是我先要得到我心中的东西我才肯付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过去的事情过了不要再提了 你们如果还要为将来着想就保护好这个家庭保护好这个家庭太太我真的同意刚才先生有些话你要理解他 同样先生要考虑太太她不是男人她是个女人我我是女人我不承认我比男人 女人的东西什么她细腻她很细你说她敏感有但是更多是细腻女人其实很简单你真的对她只要付出一点点爱她真的能回报你许多 所以我就觉得我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好好想想对方的优点想想接下来我该如何付出 为什么我们说一个家庭要经营大家都要想办法把它做 陈先生陈大太大家都认为你这个夫妻关系不难处理 但我恰恰相反我认为你们现在的夫妻关系很难处理 为什么呢有句话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什么意思就是明明摆在你们面前的其实很容易相处的东西 但是你们各自的性质太烈了你们太容易将自己当成一个最重要的一回事了 想一想先生陈先生陈大太如果你们两个在这个婚姻当中都各自不肯让步 都不肯获得一些进步的想法 那么这个事情就算再简单我们就算将这个方式摆在你们面前 他都是一件难事对不对 所以并不是你们这个问题难不难 关键就是 我发现你们根本就没有去重视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说你们没有重视这个问题 在十几二十年二三十年这个阶段当中 你们每天吵吵闹闹闹的每天都以冷暴力去面对对方 先生说太太很啰嗦 经常去翻旧账 太太又逢人必说这个先生对自己如此不好 本身就存在一种什么 整个家庭都是负能量的 今天有个人跟你讲 你要对太太好一点点 太太你要对先生温柔一点点 没用 你们都知道 但实际上 你们可能都不会去做 所以我问你们一个实际的问题 今天来到这里 是想去宣泄自己的情绪为主 去抱怨为主 还是真的想去解决问题 我想解决问题 因为 因为我这个人 每次跟他吵架 是我先跟他说话 好 他是怎么说我 陈大太你的心意我收到了 OK 陈先生你呢 我也是想解决问题 不然我不回来 很好 所以如果是早十几二十年前 二三十年前的话 你们已经有这种想法的话 今天一定不会到这里来 对不对 你们生活一定会变得很好 但是正如书老师所说的一样 你们未来还有很长时间要走 对不对 今天算是什么日子 算是一个你们重新开始的日子 是不是 重新开始代表着什么 过去的东西 不管好愉快 不管幸福跟悲伤 都快让它过去 如果你们有这个决心 我们给的建议才有效果 如果你们没有这个决心 给任何东西给你们都是白扯 是不是 所以 陈先生陈太太 你们真的要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回应 我们给的建议方式 你们会不会采纳 采纳 对于你们一定有帮助 不采纳 那我们就当一个旁观者 听完就算了 就看你们的意愿 我愿意啊 好 陈太太你呢 我也愿意 你愿意的话呢 那就太好了 那行 那我就简单给你们一个小建议 等一下给你们来去做一些小互动 第一个陈太太 李先生最在乎的是什么 第一个 钱很重要 对吧 你也知道钱很重要 李先生就是觉得自己跟你一起 辛辛苦苦劳累了大半辈子 现在积攒的钱一点都不容易 所以 希望能够将钱有计划的开支 对不对 所以 怎么有计划的开支 你们两个应该回去之后关着门 两夫妻好好商量 如何有计划的开支 这一个的 第二个 陈太太 李先生特别着急什么 就是你经常去翻旧账 见证去啰嗦 对不对 陈先生 这一个方式 能不能改一改 不管有还是没有 能不能 听李先生说一句 好了 如果你觉得说三句很啰嗦 那就说两句呗 就说一句呗 可不可以 不是 我觉得家里面 大家共同的家 那个什么家务室 不是一个人住的 陈先生听到没有 我们所有人都听到 李太太其实这个心结白在心里面很久了 她也不喜欢唠叨的自己 但是为什么她愿意一直唠叨 为什么她要 因为她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 她只能用唠叨 来去点醒你 从唠叨去向你去阐述 第一个 以后千万别将老婆的负面话 当成一回事 聪明一点点 有的时候你老婆会脱口出一些话 离婚吧 对不对 你滚 这些话语都是在她气头上 气一头的话 永远不要当真 你当真 你输了 我们学聪明一点点 她这种话 就像她是 胡言乱语 说完 行 你说吧 我走开 等她心情平静一点 你回来看一看她 她那句话再也说不出口 所以 当她说这句话你千万别当真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李太太为什么会有这些话 如果你平常能够多一些对她的 卵言卵语 她自然不会这样子 但是 别的 我会想说 收拾一下 那些话 才能还要 让我看看 有 Celebrity 女性 而且 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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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明白 当你去说太太 啰嗦的时候 你一定知道 其实自己也很有问题 对不对 这夫妻之间 有问题的 这肯定是双方都有的了 这个也很明白 OK 很好 那太太你呢 太太拉给我们看一看 因为以前我没有挣钱 我这年年才挣钱 我跟自己四十分 因为他养了儿子 养到十八九岁 他六十分 你看好 太太 因为过去 我这次之后 我肯定是这样的 我肯定是这样的 因为我肯定不过来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果陈太太或陈先生 你们将自己的分数知道很高 七十八十甚至九十 那就意味着你们太自我为中心了 所以刚刚谈完之后 你们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想法 已经慢慢放下来了 这是我看到是最欣喜的一个部分 所以陈太太 陈先生 我希望你们一定要记住 不是我自己要为这个家付出百分之一百的分数 完全取代对方 而是要聪明一点点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在这个家里面 你们两个双方一起来用力 这个家才会好 你们两个愿意一起来为这个家付出吗 愿意 说实话我求助这个台 我还是说一下我现在心里 我觉得现在我老公 现在生活房租 他都希望我给 他说他欠了账 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我觉得越来越跟我压力 就这几年我娘家的亲戚送离了什么 他都没有管了 我真的是坚持 好像不下去了 我真的太累了 我就在场里跟工友讲 工友就说 他就叫我们求助你这个台 本来真的我不知道什么 反正我很恐慌 你的问题就是 回归到你认为只有他改了 你才能改 甚至死结 你认为他只有全部跨于跟你说了 你才会改 今天父亲我娘家太太 我叫他这个人了 你们不要相信了 说陈太太 当你对你的生活觉得缺失的太多 埋怨的越多的时候 你这辈子永远都无法做出这个怪圈 信念很重要 如果你相信 今天你努力了 你先生看得到就够了 明天 你们缘分能不能持续的下去 不在乎今天的事情了 真的是在乎你们的缘分 但是 我并没有感受到 你完完全全用心去付出这个家 为什么 因为我们给方式给你 你不接受啊 你接受了没有 你总是在抱怨啊 啊 先生给我的压力很大 谁没压力啊 对不对 每个人都有压力啊 所以 为什么这个家里面各有一半呢 你觉得压力大 那就跟先生谈一谈呗 先生觉得有压力大 你就跟太太谈一谈呗 而不是说 我压力大 我压力大 大得去了 有些家庭的压力比你们更大 饭都吃不起 压力更大 见几百万的外债 压力更大 孩子现在不懂事不听话 所以你们这种压力 算是在满满人海当中 算是大的压力吗 只是目前的压力而已 连目前这个压力都不能消化 坦克有没有一样 对未来 但是人主要往前看 而不是我停在这里 一直在埋怨 没意义的 是不是 我知道我自己 这个婚姻 我事也有错 下一步打算怎么做呢 下一步 下一步 我看对方 互相的努力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你还是希望继续努力的 对吗 先生呢 在这里呢 也认识到自己很多不足 另外呢 就 也 最大的一点是 敞入了我那么多年的心声 真的是 因为有的时候也太憋屈了 很难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和 谈论我自己的心声 这也是我等于说 最大的感悟 当然更感谢各位老师的 语言对我的帮助 我想我自己以后也应该有一定的改善和提高 经过江老师一针见血的指症 夫妻两人都认识到了自身的问题所在 对于这一段坎坷不断的感情 我们也都很庆幸 为了共同的家 为了共同的亲人 两位当事人能够愿意去尝试改变自己 我们也都祝福他们 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可以风雨同舟 攀手共进 我感谢这个平台 不然我一直不知道我在他心目当中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首先感谢这个平台给了我们的机会 也让我创所欲言也知道了 老婆的真正的需求和素权 尽量在以后的生活中 可以改正自己 6129 310 当你有故事或者有困难 所以我们帮助的时候 记住答给我们 下一期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